各位可以看到第十四页 十五页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讲的test 那第十六页的话呢 就是加了一个laps test 那不过呢 这边有一个函数 蛮特殊的 就加一个value 如果你这个地方不加value跟加value 到底有什么区别 这个value其实还蛮重要的 而且是一个很关键的地位 也就是说如果你有加value 跟没有加value到底差在哪里 OK 那我们最后是希望说 能够做出五年级到六年级的 那个统计图表 那也可以看到了 以数量上来看 哇 那个七年级升的消费力道 那相对于其他年龄的 比如以iPhone的购买好了 那基本上还是年轻人为大宗 那并不是说年轻人特别有钱 是因为这个年轻人比较舍得花这个钱 所以如果你在这个比如说做行销广告的时候 那当然还是会以那个年轻族群为主 所以这个那当然如果你反向操作的话 那当然你势必可能销售量没办法提升 所以那怎么样可以把这个统计图表给做出来 接下来才是重点 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利用那个所谓的枢纽分析表 那枢纽分析表如果你要分析之前 请各位特别注意几件事情 可能就是都是细节的 因为如果你这些细节顾不到的话 那你最后做出来结果那就错误的 OK 那首先第一个 如果你要用枢纽分析表的话 我是建议上面像这边有第一列跟第二列 这些多余的列 一般最好是你可以把栏位名称就放在第一列 也就前两列不要放不应该放的东西 那这个就有点像是资料的正规化 就是说一般资料表 有点像资料库里面资料表 上面的第一列通常是栏位名称 如果不是的话 常常你在比如说我想要插入那个 数据分析表的时候 他会找资料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就会找错误了 当然你是可以重新选取 跟他讲说不是从A1开始 不是从A3开始 但是难免还是会发现错 所以我建议我们先做第一件事情 请你先把这两列怎么样 先删除好了 OK 那你删除资料之后呢 你再插入那个所谓的枢纽分析表 OK 那你会发现这个时候一定是正确 那他会先帮你做什么 选取资料来源 也就是说呢 他要做枢纽分析之前 那我们要针对的是所谓的年次 做统计分析 所以呢 反正他带进来的话一定会A栏到I栏全部带过去 那其实我只会用到这一栏 OK 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栏 当然你其实将来选资料也可以选只有第一栏 不过通常我们是选全部啦 按确定 那他会在新的工作表 意思是说他会在旁边帮你增加一个新的工作表 放这个枢纽分析图 OK 那你会发现他会帮我把刚刚的综合练习放在前面多一个什么 名称叫什么工作表 工作表4好了 OK 那接下来呢 他会跟你讲说 你请你帮这个词 你要分析的栏 把它的那个资料拖拉到这边来 其实当然你拖拉到这边也可以 或者是拖拉到下面其实也可以 你会发现 这个几个区块其实涨 其实基本上都是一样 你拖拉到这边跟拖拉到这边结果是一样的 那所以呢我们今天要统计什么 比如说我要统计粘次 那你就可以把什么粘次 我要统计粘次部分 你可以把它拖到那个列的地方 列的话呢是主要分析的这个显示的部分 区域 那我就把它拖拉到列的地方 OK 那再来的话呢 我要统计它的数量 那数量到底几个人的话 那你一样可以把年次拖拉到10 这个时候的话呢 他帮你怎么样 你会发现 他前面会显示计数 什么叫计数 就是说呢 这个年次里面呢 有几个人 他会帮你 就是加1加1 那比如说这里面最多的 比如像是71年次的 总共有14个人 也就是说同样年次的 他帮你就把它加1 全部加在一起 然后群组在一起 OK 好 那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呢 他就已经帮我把各个年次 可是问题哦 我们的需求 其实不是各个年次 而是希望呢 可以把什么 把那个五年级生 就五十开头的 全部在一起 六十的 全部在一起 七十的在一起 那这个时候就有点问题了 我要怎么把它全部 五年级放一起 六年级放一起 那这里的话跟各位讲 这边有一个功能 就是在 属纽分析表里面 你在年次地方上方按右键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就有一个所谓的群组 也就是说 你除了说 可以在资料上面动手 之外 你还可以利用什么 他内建的有个功能 就组成群组 那群组的规则是这样子 你可以从50 到59 一个group 那中间相差多少 刚好相差10 所以你可以跟他讲说 我从50到59 一个group 那60到69 一个group 那70到79 也是一个group 所以呢 我的区间一定是从50到79 然后中间间隔为10 OK 那我试给各位看一下 按右键 组成群组 等下Ctrl 记得在这上方按右键 然后呢 把它什么 组成群组 不过呢 你会发现呢 有一个错误讯息跳出来 他跟你讲说 选取的范围 没有办法帮你做成群组 你想说为什么 其实这个也是还蛮常见到的错误 那其实这个错误 如果你假设你对于是有操作熟悉的同学 一眼就可以看出为什么了 那其实你可以看到了 这个最大的关键 其实各位仔细观察一下 年次 这个栏位 它的这个数字 的对齐方式 那你会发现呢 对齐方式 不就是都 其实一般人可能没特别看啊 当然你可以比对一下 核记的话 它一定是靠右对齐 那这个时候年次 你会发现 它其实为什么会靠左对齐 那其实靠左跟靠右 的对齐方式 主要就跟它的资料形态有关 如果说呢 假如说它靠右的话 它里面一定是数字 可是如果是靠左的话 特别注意哦 以后如果你看到 预设的格式 假设靠左的话 那它里面放的 一定是文字 因为只有文字 才会靠左对齐 所以如果是文字 那为什么不能群组 因为文字 它不是数字 那不是数字 就没办法去帮你做一个什么 一个群组的动作了 也就是你要 让它判断说 它里面虽然说里面是58 可是在以色列里面看到它是58 它并不具备有数字的概念 它只是一个文字就58 它不是数字 所以它就没有办法帮你做 群组的动作 除非说你这个资料 要变成什么 变成数字 它才有办法帮你做群组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个也是很常发生的一个错误 因为很多同学说老师 为什么没办法群组 明明都做一样的事情 为什么不行 其实你可以观察一下 这个地方是不是靠左对齐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把它再切回到这个练习 其实最重要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在以色列里面有个函数叫value 那这个value是什么用途呢 其实呢 最重要的就我刚刚讲的 我们需要把刚刚的这个资料 什么年字部分资料 只要做一件事 就是转换成数字就可以了 因为它现在还是文字 那为什么是文字哦 因为经过laps啦 laps其实它是一个文字类的函数 所以呢 你切割完的资料 那它所产生的结果一定是文字 没有意外 那我要怎么把它变数字 很简单 ok 当然我是建议 如果你们有空的话 可以顺便插入函数的时候 稍微看一下 到底那个文字类里面函数 有哪些功能 包含就是说asc什么作用 b5什么作用 chr什么作用 如果不知道没关系 至少你先drunk一下 因为如果你底下的这个 大概知道的话 你就可以猜想说 我要怎么去解决某个问题 那其中的话 刚好它的这个函数在最后一个 value 跟着一下 应该是 value to test value to test 那这是新的 这应该是颠倒 那value的话 倒数第二个的话 如果你们是旧版的话 应该是最后一个 我记得2010的版本 在最后一个 那会显示出来跟你讲说 这个函数呢 它的用途是将文字资料 转换成数字资料 所以其实它主要作用在这里 那我们来试一下 按确定就可以了 那我们如果想要套用 在这个公式那很简单 直接打个value 直接打个v就可以了 然后呢 它会跳出 这个value函数 点两下 然后前刮弧有了 后刮弧再刮一下 其实就是value前刮弧 后刮弧 把原来的公式包在里面就可以了 ok 那你打个勾 那不过呢 你把它转成value之后的话 又发生另外一事 它误以为你这个是一个日期 所以它就把你格式化成日期 那没关系 你按右键 再把它改回来 有没有 它误以为说你是输入一个日期 然后呢 你没关系 你可以把它改通用就可以了 按确定 好 然后向下填满 那你会发现啦 其实这个地方比较 嗯 容易confuse 就是说 那好像没什么变化 实际上啊 因为这个变化 是表面上看不到的 当然除非说你这边有对齐方式 因为我这边已经置中了 如果你没有加对齐方式 你把那个对齐方式的部分功能拿掉 比如说这个 假设你把那个对齐方式拿掉的话 那你会发现哦 它的对齐呢 我看能不能把它改回来 这个假设 用通用 这个不改 你会发现 改原来的格式的话 它理论上一定是靠右对齐 我如果不让它置中的话 那原来刚刚的那个lab 那就是靠左 所以其实可以从靠这个地方 靠左靠右呢 来了解说这个资料 到底是数字还是文字 OK 好 那我们完成之后的话 再来做刚刚一样的事情 插入这个 数据分析表 那抓到这个范围 按确定 那一样把什么年次放进来 然后再来把这个年次放过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不过这个地方我看一下 年次value OK 那刚刚会遇到问题的 我们现在来试一下 这个问题存不存在 组成群组 这个时候特别是不要选取 不要选取 然后游标放在上方 就按右键 组成群组 这个还是靠左对齐 把它删掉一下 确定一下 打个勾 向下填满 理论上这个转出来之后 那就会是数字 那数字之后的话 我们就重新 把这个先删掉看看 把这个旧的工作表删除 那重新再利用那个 插入这个枢纽分析表 这范围应该OK 那当然是否正确 可能最重要还是拖拉到这个下方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拖拉到下方之后的话 你其实明显可以观察到 它最大的差别 就是年次部分的话 它一律怎么样 就会靠右对齐 那理论上应该就是正确的 那这边一样 那不过呢 会有个地方会出现错误 年次部分它变成本来是技术的 而变成加总 那我们把它改一下 值的栏位设定 把它改成技术 按确定 算几个人 好那再来的话呢 就可以直接针对这个栏位 刚刚的话会出现错误 那我们现在的话把它组成群组 那跟他讲说我从50年次到79年次 那间距的话呢就10个 我按确定 好那你会发现 它就会帮我把它群组起来 就正确 那跟各位讲一下 刚刚如果说错误的那个部分 记得一定要把它通通删掉 像我刚刚即便是做第二次 因为它会保留那个之前旧的资料 所以呢 如果你再做一次 没有把旧的删掉 还是会出错 所以请各位注意一下 就是如果你刚刚做错的 记得要把它删除掉 重做 那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最后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 再绘制一个所谓的枢纽分析图 那最后假设我今天呢 这个表做出来 我要在旁边绘制一个图的话 那就直接再按一下 那这边有个枢纽分析图 那就可以把这个图给做出来了 比如说我最简单用这个好了 用直条图 那你会发现这个图 很快就绘制出来 那就相当的清楚 那上面的名称把它改一下 那就完成 那请各位试试看 刚刚讲的这个部分 那最重要特别注意 就是在这个外面 请各位注意一下 包一下value OK 那并且把上面两列给删除 那我把画面再还给大家 OK 试一下 好看 好看